就可以出陣 在祭典還沒來之前 你都可以自己出陣 幹嘛 去探館 去探館 或者 有人走路頂頭 一個陣頭 從組織訓練到完成宗教任務 所費不支 非常多錢 現在 一間聖館 開館要三百萬 七百萬 這麼多錢 廟哪負責請 廟哪負責請 當然就是要靠民間去贊助 如果說贊助得多 那正統為了對你有實感謝 通常開館之後就會找一個時間 到你家去排八卦發菜 來感謝你 這個叫做道歉 這個叫道歉 好 然後呢 最重要當然就是祭典 出祭典的任務 跟著主帥出巡去 等到整個祭典完成 他的宗教任務也完成了 正統就要解散 然後呢 人員勢農工商 各歸本位 那都有一個儀式 我們當初呢 有請正統守護神來入館 那正統要跌散了 就要把怎樣 正統守護神再送回去 再送回去 送 入館送回去是什麼意思 就是 召集後 鎮頭的鎮頭守護神 通常不是供奉在廟裡 都是臨時從廟外 或從某一個地方請來的 可能是從水裡面請來 或從榕樹底下請來 或是神明 可能廟裡的神明 會交代說 誒 宋教娘 是在對一間 對一間 對一間所在在修園 你去那裡請 那請正統守護神 叫做入館 然後呢 把正統守護神 送回去修煉的地方 然後把他的療館 臉時搭建療館 拆除 特別的相關 任務完成 正統檢站 這個儀式特別的相關 好 這一整套的程序當中 我們漸漸的賦予 正統的 宗教性的同仁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還是來不及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暗館的事情 這是武政的暗館 這是文政的暗館 文政的暗館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正統 還沒有正統 那人員就會先進行基的訓練